大家好,我是清风乍起,就当你了! 今天介绍一部外星邪灵灭绝地球的电影《蒙上你的眼》 玛丽是一位画家,跟男友分手了,却发现已经怀孕 即将临产时,新闻里播报,欧洲发生奇怪恐怖事件 有数万人突然自杀,原因不明,死前神经错乱 玛丽说幸亏美国还没有这种事情发生 玛丽让妹妹陪她去医院产检 在离开医院时,玛丽看到一个女人用头猛撞玻璃 眼神诡异错乱,两人慌忙驾车离开 但路上一片混乱,车辆乱撞,行人奔逃 突然妹妹好像看到了什么 眼睛变色,泪流满面,并猛打方向盘 撞在路边车上,飞了出去 妹妹从车里爬出来,迎向一辆飞驰的卡车 回头看了玛丽一眼后,被撞身亡 玛丽惊还不已,她随着人群奔跑,却摔倒在地 旁边房子的主人,不顾光头丈夫的反对,去救玛丽 哪知,她突然也像是看到了什么,嘴里念叨着妈妈别走 然后坐进燃烧的汽车,被活活烧死了 曾当过兵的小黑,扶起玛丽过去拍门 但光头见妻子被烧死,拒绝开门 她的亚裔邻居过去打开了门 房子内已经躲进来好几个人 玛丽给自己的妈妈打电话,但无人接听 大家都惊慌失措 一致认定那东西是邪灵 只要看到她,人就会发疯并且自杀 握了个瘸,看谁谁自杀 比我国的邓谁谁怀孕还厉害 大家忙拉上窗帘,小黑过来安慰玛丽 玛丽讲了妹妹可怕的自杀过程 不禁泪流不止 晚上外面风声呼啸,鬼影晃动 玛丽心里坠坠不安 转天,大家正在讨论食物分配问题 一个女人在门外求救 光头不允许开门 玛丽用枪指住光头,让把门打开 结果进来一个胖孕妇 她说自己就住在附近 家里东西吃光了,就跑来了这里 亚裔邻居觉得可以利用户外监控设备 然后用对讲机指挥蒙住眼睛的人 去自己家里拿食物 她自告奋勇,观看监控图像 以证明通过显示器看到邪灵不会死 她让人将她绑起来防止自杀 众人退出屋子 她紧盯监控画面 默默等待邪灵出现 突然她似乎看到了什么 眼睛变色发直 屋外的人听到有动静 忙冲进去 发现亚裔邻居已经撞破脑袋自杀了 光头忙砸碎了显示屏 大家惊恐失色,无不害然 转天,食物已经见底 必须出去找吃的 超市小胖说 他工作的超市就在附近 而且他有钥匙 于是小黑和玛丽 以及光头和女警察 还有超市小胖上了汽车 将车玻璃贴上报纸 小黑说可以看着导航仪驾驶 于是他看着导航仪 一路朝超市进方 利用汽车距离感测器 躲避路上的障碍物 但突然探测到前方有个大家伙 随后汽车后面也冒出个大家伙 将汽车包围 车外黑影晃动 还伴随阵阵吼叫 紧接着汽车晃动起来 显然是邪灵冲了过来 小黑猛踩油门冲出去 一路撞击 最后撞停在超市门口 众人猛眼下车 小黑打开大门进入超市 大家先拉上窗户 然后摘下眼罩 发现这里食物极大丰富 大家开始装食物 玛丽还发现两只鸟 突然他们听到有人拍打后门 喊救命 超市小胖听出 那是自己的同事 他说这同事平时疯疯癫癫 但是个好人 于是小黑打开门 突然笼子里的鸟狂躁起来 而门外的同事猛撞铁门 还大喊 他很美 他想让你们看到他 小黑三人拼命顶住 眼看门就要被撞开 超市小胖猛冲过去 将同事撞出去 大家赶紧关上门 只听得外面几声闷哼 鲜血渗入门风 是小胖看到了邪灵 自杀了 众人大惊失色 慌忙驾车返回 他们这才知道 鸟类能感知邪灵靠近 有了食物 众人欣喜不已 但晚上 纹身小混混 和女警察 竟背着食物 开车逃走了 众人气恼不已 这下再不能开车 出去拿吃的了 转天 玛丽正用从超市 拿来的对讲机 联系附近的人 突然听见动静 发现胖孕妇 竟然放进来一个人 玛丽立刻用枪指住那人 光头斥责胖孕妇 私自放人进来 新来的说 她本躲在附近的房子里 结果进来一群 精神病院的疯子 将他们拉到户外 逼他们看邪灵 她拼命挣脱逃跑 一路跑到这里 她说 有精神病的人 看到邪灵不会死 还很享受 光头怕那些精神病人 会找到这里来 要将新来的赶走 结果被老太太砸晕 被锁在车库里 之后没过两天 玛丽和胖孕妇 同时分娩 老太太去卧室 给两人接生 而那个新来的 却将鸟笼放进冰箱 然后撕开窗户 原来她就是个精神病人 光头看到这一切 忙告诉了小黑 小黑将鸟笼 从冰箱里取出来 结果被新来的 砸晕在地 此时两个孩子 都已降生 新来的过去 将窗户撕开 胖孕妇看到窗外的邪灵 顿时双眼发指 玛丽忙强过她的孩子 然后胖孕妇 就跳床自杀了 而新来的 又扒开老太太的眼睛 她眼睛顿时变色 然后用剑刀 刺破自己脖子 自杀了 玛丽忙用床单 将自己和两个婴儿盖住 新来的刚要拽开床单 光头砸破车库门 端枪冲进来 但她不能睁眼 新来的左躲右闪 结果被光头一枪打中肩膀 新来的将光头推下楼 然后用剪刀杀死了她 此时小黑醒来 抓起光头的猎枪 将新来的打死 最终只剩下小黑和玛丽 还有两个孩子 五年后 孩子们长大 女孩是胖孕妇的女儿 男孩是玛丽的儿子 玛丽每天训练孩子们的听力 她和小黑两人 总去附近房子里 寻找吃的和日用品 同时一直用对讲机联系外界 某天 小黑终于听到对讲机里 传来声音 对方叫瑞克 说他们有个营地 里面都是幸存者 而且有足够的食物 也很安全 让他们坐船顺流而下 过了急流区后上岸 听着鸟叫声前往 就能找到营地 但那段急流区很危险 必须有人睁眼看着水流 指挥船只 才能安全通过 转天 小黑和玛丽带着孩子们 到一所房子里找食物 正在美美的吃饼干时 一群精神病人找来 他们到处寻找正常人 强迫他们看邪灵 然后蒙眼出门 和对方对峙 对方要用铁钩袭击他 他通过声音判断 一枪打死白胡子 又一枪打死铁钩女 而他也被对方一枪打中 对方说邪灵马上就到 说邪灵很美丽 此时小黑听到有人 去追杀玛丽和孩子 干脆扯下眼罩 绕到背后 开枪打死两人 然后去帮玛丽 结果半路看到了邪灵 小黑眼睛顿时变色 但他凭借最后一丝意识 开枪打死了那个精神病 然后开枪自杀 玛丽带着孩子返回住处 痛哭不已 转天他就带着孩子上了船 顺河而下 半路上却遇到另一个精神病人 非要让他们看邪灵 还打掉了玛丽的枪 最后被玛丽用刀 砍在脖子上杀死 漂流了两天后 他们到达急流区 玛丽说必须有个孩子负责观看 儿子自告奋勇去观察 但玛丽不舍得 小女孩说他来观察 玛丽想了想说 我们谁也不看了 玛丽驾船 冲进急流区 但水势实在凶猛 小船左右摇晃 终于翻掉了 玛丽被河水急冲直下 他拼命呼叫 终于听到儿子的叫声 他过去抓住儿子 然后听到小女孩 拼命摇铃的 最终在岸边找到小女孩 之后三人走进树林 果然听见鸟叫声 他们寻声而去 突然玛丽听见妹妹的呼喊 还有小黑的召唤 让他睁眼看看他们 玛丽知道这是邪灵作祟 他忙射住心神 哪知却被绊倒 摔下陡坡晕了过去 两个孩子找不到他 在森林里走散 邪灵又制造玛丽的声音 让两个孩子摘下眼罩看他 醒来的玛丽大声呼喊 让他们不要睁眼 最终孩子们没摘眼罩 玛丽找到他们 拉着两个孩子狂奔 邪灵在后面急速追来 三人终于找到了那扇门 玛丽用力拍打 里面的人放他们进来 瑞克出现 让他摘下眼罩 玛丽睁开眼 看到这里竟是一个盲人学校 而瑞克是个盲人 瑞克带他们来到院子里 那里有很多盲人 也有很多正常人 他抬头看到顶棚 被树枝遮盖 有很多鸟飞来飞去 瑞克说邪灵到来 这些鸟就会发出警报 之后他和孩子们 就在此地安全的生活下去了 女本柔弱 唯母则刚 谁敢欺负我的孩子 我就让谁见不到 明早的油条和豆浆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 不要欺负精神病 他们嘴里说的 统治地球的胡话 都是真的 以后谁管你叫精神病 你要自豪的答应 如果他请你吃饭 以后可以饶他不死 而且我认为 看一眼就让人发狂的 不是邪灵 而是账户余额 花贝欠款 以及京东白条 但如果邪灵真来了 我也不怕 我精神虽然正常 但我情绪不稳定 谁不给我点赞 我立刻变成精神病 好了我要去做饭了 孤嘴白 下次见